再讲的腹泻更严重的话 其实是稍微少见一点的 就细菌感染 大家有听说过 哪个grocer store 突然间它卖的这个蔬菜 沙拉里面有这个大门市菌 那这些呢 造成腹泻的症状比较严重 你是否曾经因腹泻 而感到困扰和不是 腹泻是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常见原因包括食物中毒和病毒感染 而胃部不适则 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 包括胃酸倒流和消化不良等 今日我们将深入探讨腹泻的常见原因 区分是食物中毒还是病毒感染 同时分析胃酸倒流 及消化不良的质状及缓解 胃部不适不仅影响着日常生活品质 也可能对整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无论是正处于肠胃不适期 还是希望预防肠胃问题 这些资讯都将对您有所帮助 你有问题 我们有答案 欢迎来到天下综合谈之友问必答 今天我们将会讨论两个 与肠胃健康相关的常见问题 那就是腹泻还有肠胃不适 腹泻是一种常见的症状 可能是因为多种原因而引起的 我们今天会介绍一些缓解腹泻的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丁医师 丁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先来请教丁医师了 腹泻的常见原因是什么 通常都只是因为简单的食物中毒吗 多数我们叫腹肌浮 腹肌浮其实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呢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讲的 这样食物中毒 比如说一些食物 特别是一些鱼啊肉类的蛋白质东西 它没有完全的process好 那里面有些这个毒素还存在 那这个时候造成了这个肠胃的刺激 那人会有腹泻 那第二种呢就是一种病毒 最常见的这个一些病毒 引起的这个手臂洗干净啊 就是吃到这个肠道里面去了 那肠道就引起的腹泻 再讲的腹泻更严重的话 其实是稍微少见一点的 就细菌感染 大家有听说过 哪个购物店突然间 它卖的这个蔬菜 沙拉里面有这个大门式菌萨 那这些呢造成腹泻 它症状比较严重 它是有明显的传染源的 那丁医师遇到腹泻的时候 它是例如我们今天 如果吃了不干净的公鸡 或者是病毒感染的话 它会马上体验在身体里面吗 就是马上就要跑洗手间吗 一般来说来得很快 一般来说很快 那有些甚至是餐馆 还出来还没有回到家 已经开始要跑肚子了 那有的当然说 有稍微有的人有延迟一点 延迟一点也是几个钟头 他会觉得说 开始吃完之后 胃有点脏了 不舒服了 有点恶心的症状了 然后后面就开始有拉肚子的 那腹腺来临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来缓解这个症状 第一个 拉肚子的时候 记得要补充水分 你知道你拉掉的很多是肠叶 特别是一天 很多次很多次的 那它的肠叶和电解质水 要补充好 那最简单的像一些盐水 像Gallery运动饮料可以去买 有些PD-Lite 朋友喝的那个 里面有电解质的 那个可以用 那另外呢 就是说 清洁啦 有的人这个腹泻之后 引起的这个肛门口的一些 不适的症状啊 尿道炎啊 这些会出来 对不对 那再来呢 就好好休息 你只要水分补充够 休息好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 叫进食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叫肠胃休息 你就把想象 你的肠道在发炎了 对不对 那它在发炎了 那你还上面在吃东西 那你的这个消化系统照样在工作 那这就起不到肠胃休息的这个道理 那这个时候肠道炎症会加重 就像一个伤口 有一个伤口的话 一直在去弄它的话 它就不长 对不对 那就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时候进食非常重要 特别是肉 蛋 奶 油腻的东西 如果肚子很饿 可以吃一点什么稀饭啊 米浆啊 这些东西 然后补充一些电解质 那这个是最好的 我一般跟我的病人讲 你肚子饿得越好 水分补充好 营养不会有问题 也不太容易有头晕啊 这些事情 但是你会好的比较快 那有些人说 哎呀我这腹泻两个礼拜 到现在还不好 我现在来看医生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说那你怎么吃啊 那跟平常吃的一样 你平常平常吃的一样的话 你的恢复就会比较慢 那有可能是不是腹泻 很单纯可能就是 胃部不舒服 对不对 胃部不舒服 有可能会觉得是胃湿道 有可能是逆流 让我觉得很难过的感觉 或者是消化不良 怎么样有办法做分辨吗 人的消化系统有分嘛 食道和胃算上消化道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做胃镜 就看食道和胃 那大肠镜是走大肠 那大肠是下消化道 一般讲的食道胃酸逆流 其实是一个慢性病 这些人有一些胃酸 分泌比较多 他有胃炎的一个发作 那你经常吃了一些 比如吃了一点油的 吃了一点甜的 吃了一点比较 就是酸的辣的 这些东西像慢性的问题一样 他经常会胃不舒服 胃胀 这种事要看 要查一查有没有 又闷螺旋感菌 这个时候要看看医生做一些诊断了 不一定要做胃镜 但是要看医生了 帮你讲一些 你的怎么样去吃东西 怎么样去吃药 怎么样去保养 除非消化不良的一般是急性的 急性就最近吃什么东西 那应该是短期的 那我们吃的东西 饮食上我们就要 有几样东西可以开始吃 如果说你肚子饿的话 除了补充水分之外 一个是白米饭 第二个是白的吐司面包 白吐司面包就是 不是那种很好吃的那种 就是高点店的 就是白吐司面包 还有呢 就是banana and apple 苹果和香蕉 那这几样东西呢 是在你恢复饮食之前 慢慢可以吃 慢慢进来吃一点的 而且吃一只看看 如果一吃就不舒服了 请你重复再来 重新来 所以饿肚子饿得彻底一点 那会好得比较快 那保养补典结脂水 丁医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 才可以保护到我们肠胃的健康呢 现代人的养生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因为以前整体的 这个世界各地的经济条件都差 相对跟现在比 现在物质极大丰富 那那个时候你知道 很多人吃不饱啊 这个油水不够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食物 金字塔是什么 先只有饭吃 一大碗饭 金字塔最下面 那后面呢吃菜 然后再到顶上呢 有点肉吃 对不对 一碗饭 加点菜上面放块肉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那现在呢 是以这个 以炒菜食为主 就是比较素的 包括一些好的蛋白质 好的蛋白质包括 鸡肉 鱼肉 豆制品 一些良性好的植物蛋白 像阿卜卡托 牛油果 蛋 这个低脂肪的牛奶 这些豆浆 这些都可以 那这些呢 是一个给你好的蛋白质 给你大量的蔬菜水果 那这两样东西最重要的 碳水化合物少吃 碳水化合物少吃 再来呢就是说一些食物 我们希望吃它的原装的 像沙拉就比较好 它process越大颗的 少做的 油盐酱醋少放 煎炸烹炒少做的 那这也是比较健康的 所以像什么火锅呀 麻辣的东西呀 烧烤 还有那个烫出来的 就是那个煎炸的东西 其实对身体 对这个肠胃系统是不好的 怎么样去选好的蛋白质 怎么样可以吃多一点的蔬菜水果 让你的身体更为健康 就是很重要的咯 今天我们深入探导了 腹泻还有胃部不适 以及其他常见的病因 还有原因啦 当然也告诉你了 缓解方法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让你的肠胃更为健康 你有问题 我们有答案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天下纵横谈之有味并答 欢迎您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脸书还有微信公众号 下面留言 让我们一同探索 各个生活面向 提升智慧还有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